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害周莹流产后 又害她沉堂 简直太可恶了 有没有 公小观众也入气很深啊 纷纷晒出各式驾刀罩 让三婶都直呼不敢出门了 除了网友入气深 花开剧组的众位主演更是会玩 他们到底做了啥 赶紧跟着小八哥去看看 那年花开月正园里饰演三婶的万美希 因为在剧里要把周莹沉堂而收获了无数愤怒网友的威胁 昨天万美希就晒出一组架刀罩 电视上的三婶被网友们用各式各样家用力气抵着脖子 万美希也配合的调侃自己好啪啪 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小八哥想安慰三婶 也是你演得太好 所以网友们才入气这么深 还有网友解释了 当年的新贵人那么文文弱弱的 这里的三婶太飘悍了 所以大家对少奶奶的保护欲才这么强烈了 不仅网友们入戏太深 剧组的宝宝们也是一个个戏精上身 在最近曝光的片场花絮里 吴大哨和沈二哨原本双双跪地 在听到一旁的工作人员提醒说 吴大哨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所以不必归之后 你离吴大哨和润东看着身旁只能乖乖继续蹲下去的陈晓 立马得意似大佬 都是不用归 都不用归 你得归 因为他是无品同志 他关于大人 关于大人 不仅吴大哨得意 吴少奶奶孙丽也很强势 在众目睽睽之下 孙丽一把抱住和润东 隔空来得个磨磨哒 直接闪下了关老爷人中的眼 赵大人 你说男女受受不轻 网友们不停地问 官方到底还藏着多少狗粮 还不快全部撒出来 那就跟着小八哥一起 守着腾讯视频独播的 亮眼多道报的 那年花开月正元吧 刚刚把恋情从地下转到地面上的张若云和谭一新 在前两天举行的八杀明星慈善业 首次合体现身就狂洒了一整晚的糖 除了甜蜜手拉手摇耳朵 还在合影中虐了一把隔壁桌的小赵同学 不仅迎宝中招 在合影环节 宋小宝又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一直后退挥手拒绝的他 最终还是禁不住这对小情侣的盛情邀请 与俩人一同合照 还是夹在中间的那种瞬间亮度报表 随后宋小宝便恨自觉地退了出去 任由小两口继续秀恩爱 对于这样虐亡的行为 小八哥只能说干得漂亮啊 不止现实情侣撒狗粮 荧幕CP也发了糖 楚桥赵丽颖被抓拍到专注的凝望着身边燕巡逗消 笑容很甜 画面很有爱 燕储CP粉高兴得放不过年了 都在微博上撒花庆祝 星月党不禁要温了 星儿燕巡逢逢了 那宇文月在干嘛呢 小八哥跑到林更新的微博一看 原来宇文公子居然在忙着跟裸体雕像合影 还调戏人家 让人家别害羞 底下评论都在娇身 踏实臭流氓 还有犀利的瓜友 晒出了大星哥和雕像的同款无脸照 毫不留情地拆穿你心 直言雕像害羞的样子和你简直一模一样 嗯 小心呐 明明买自己才是最容易少女是害羞的 就别和雕像互相伤害了 万种期待的亲爱的客栈终于在云南开路了 昨天就有幸运瓜友偶遇了正在录制中的固定嘉宾刘刘涛王科夫妇 和飞行嘉宾陈祥一扬牵 小八哥一下就被大波路透照和视频给刷屏了 看来大家的心情跟小八哥一样很激动啊 虽然陶姐之前就在《花儿语少年》里圈了一波节目粉 但这一次可是她第一回带着老公上节目啊 小八哥已经可以遇见 到时候会有成敦的狗粮来袭了 而你们的陈祥小哥哥一来就背着小竹篓 跟着陶姐和陶姐夫上菜市场买菜去了 还成功得到了陶姐的大力点赞哦 那边几个哥哥姐姐在热火朝天的买买买 这边的盲内迁协却走起了水路 无论是穿着旧生衣拐巧地坐在船上的女羊 还是在欢脱溪水的女羊都够你们苏一天了吧 看到玩得这么嗨 小八哥估计迷妹们现在已经坐不住 想要马上看节目啊 不要着急 等到了金秋十月 腾学视频将联合读播《亲爱的客栈》 乖乖准备好脚板凳吧 日前贾乃亮王子文领先主演的新剧 《合索东暖合索夏梁》正式开播了 西里尼尼尼田行爸爸这次化身身亲总裁 西西辰痴痴守候女主12年 西外贾乃亮却表示 自己跟西西辰只有二分之一相似 还在跟我们的聊天里透露 当年自己追小鹿的时候 其实是追了一年停了一年 咦这是什么情况 这一年奶爸去干啥了呢 别急 让田爸总贾乃亮亲自来解释 那些年引无数少男少女 静歪歪的爱情回来了 改编自顾锡绝通明小说的 经典纯爱IP作品 《合索东暖合索夏梁》 已经在腾讯视频强势登陆了 看多了毫无偶像包袱的豆奶爸 再看守护女主12年的 史上最深情的男主西西辰 嗯 头条君还稍微有那么点不适应 于是好奇宝宝头条君 就去采访了贾乃亮 想问问他本人的看法 万万没想到 他不仅一改豆皮属性 回归申请范儿 回答问题超走心 还变身实力喜喜沉吹 夸得此人至鹰天上游 人间哪得几回见的样子 好家伙 超级狂热饭应该也就是他这样了 问他喜喜沉 为啥被叫做田螺先生 你量自信满分的回答道 因为我很甜啊 我很甜啊 好了好了 宇宙第一小甜甜就是你 当然光甜还不行 还得 对待爱情痴情 而且浮黑 很容易照顾 照顾女孩子 完美的男人 来来来 头条军总结一下 喜喜沉 就是个极暖男 和腹黑霸总于一身的男人 糊糊 只在女主面前暖男 在工作面前 呵呵 冷哭到让你哭 回头告诉他们 这么多的项目 都有我来过目的话 要他们项目不干什么 幼柔寡断成就不了事业 讲道理 如果不是这些 你土命 我木命 大哥 你生物 是我的话 这些 干嘛 我赚点钱容易吗 我 还有这些 我本是去中途大堂取经 路过北京 飞雾霾呛得不行 贾乃亮在五等吃瓜群众眼中 应该还是那个 帅出十里八乡 正经成客代表的男主角专业户吧 演霸道总裁什么的 小Kiss 那他本人的性格和剧中的席boss 相似度有多少呢 贾乃亮给出的回答是 二分之一 首先 俩人的不同之处 是处理感情的方式 喜气沉苦手女主12年 而贾乃亮则是 我不会默默守护 我会把我的爱告诉她 而且别说12年了 亮亮孩子抱 当初追小鹿的时候都是 追了一年 中间停一年 当然了 这停的一年也不是放弃了 而是中场暂停 去拍戏了 中间是拍戏去了 其次 在跟朋友的斗智斗勇方面 你亮也幼稚地别举一格 上次他在微信上 整股了18位全内好友的事 奶奶们都听说了吧 被问到做这么幼稚的事情的原有 他理直气壮地说 典型的报复别人 先被别人整了 被谁整了 被鱼羊 就脸脸 原来是被脸脸整了 所以就发挥 极所不欲 必是于人的精神 去整别人嘛 嗯 做得好 当然了 这也不是你亮第一次这么幼稚 前天还和李小璐 在朋友圈 互晒对方剧中 吻罩开怼 夫妻俩能幼稚到一起 绝对是真爱 所以这么恩爱 才能养出武力综艺一姐 贾云新这样的浑川少女吧 贾乃亮都说了 甜心才是片场争霸总 不仅霸占了亲爹的休息仪 让亲爹蹲在地上 一抬手 居然还敢指挥导演 然后在那跟个大爷似的 然后还在导演后面 快点拍啊导演 快点拍啊 我要爸爸回来 要讲故事呢 到了家里 那地位更是老过得不可撼动 而唯一能够吓住甜心大佬的 恐怕就只有他了 另一只狗呢 老追着他 老追他咬的对 甜心害怕 别人家的孩子 看到爸妈搂搂抱抱亲亲的时候 会害羞或者视而不见 而我们的小甜心 却在旁边露出欣慰的一目笑 既然小甜心这么喜欢看 把比马迷的甜蜜场面 那头条军就满足我心的愿望 让合索东暖 合索下梁中 从外形到性格都霸气的洗洗尘 跟守护力人中飞扬跋扈的富家大小姐林嘉一 来一场双霸总的恋爱 我要爱着只把你放下 我要梦想抱你的漫画 无论路上遇到多少 静静和长大 我都不怕 我存在成为了你的爱 你一直都活在我心海 每一天睁开眼看你和阳光都在 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我要你的爱 我要你的爱 我的每天只为你存在 好了好了 要想知道奶门席Boss贾奶量 在合索东暖 合索夏梁 到底还有什么高天招数 就跟着头条军一起认真追剧吧 腾讯视频每周日至周五 24点更新两集 周六晚24点更新一集 想追剧的宝宝们都记下来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 请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 进行互动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拿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明天早上七点 咱们再约 拜拜